潛水教練拖著笨重的岡梁 在海底緩慢前進 他们要抢救的 是俗称绿岛大香菇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团快 唯恐珊瑚 上一次木兰蒂台风肆虐过后 绿岛大香菇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整个向北倾斜45度 就怕这次台风来袭会整个断裂 为了保护大香菇不被折断 潛水教练搬来三根工资粮 环绕着大香菇 每120度置放一根斜撑 用三角固定的方式 在下方做好支撑 从尼泊特莫兰蒂 到这一次即将到来的梅基 接连几次台风 已经让蓝宇的大海扇 外围出现了好几个缺角 大家自动自发 到海底做补强的工作 希望这些重要的海洋生态 能够撑过这次台风 像说我们的海底 尼沙越来越多 成绩会越来越多 那珊瑚掉下来 它插在沙子里面 它就长不起来 所以台风对它来讲 反而不见得就是正向的 不管是绿岛外岛倾斜的大香菇 还是蓝宇珍贵的大海扇 都经不起大自然破坏的威力 珍贵的海洋资源该怎么保护 似乎也得看老天爷帮不帮忙 记者赖永辰 陈廖一志 台东报道